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課程名稱高階函數的應用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待會呢 主要的講解範圍 大概是有底下五大類函數 那裡面的話呢 概括最重要是五大類 當然還有其他的函數 那學習函數呢 它裡面總共有250幾個函數啦 那其實不是要你每個都把它對起來 而是你要了解函數的一個使用固定規則 它是有一個固定的規則喔 也就是說你只要看得懂喔 它問你的問題 你給它對的參數的資料喔 它就會幫你把結果回給你了 OK Return給你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可能是大家需要學的啦 就了解沒有規則就好了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以後即便某一個函數 你從來沒用過 但你只要了解 它給你的訊息 你大概就會用了 OK喔 所以其實有些東西是相通的喔 哪怕你沒用過 還有啦 我是覺得上面那個函數的名稱喔 它其實都是很簡單的英文 它不是很複雜 大家看都可以看得懂 有時候猜也可以猜得出來 那如果你猜不出來沒關係 每個函數下方都會有它的說明 那有的時候啦 建議就是喔 每四個時候就可以看一下 每一個函數到底有什麼樣的作用 那當你需要的時候 你大概就知道 我可以用哪個函數可以解決 有什麼樣的問題 OK喔 這樣來練習的話 至少啦 我覺得2.5的函數 很快你大概就 差不多知道該怎麼用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函數有一些比較複雜的 像它的公式非常冗長 那冗長的話呢 你該怎麼去處理會比較 不容易做錯 所以我大概會分享一些經驗 如果呢 如果很冗長的公式 那用什麼方英式 可以讓你喔 很快的把公式做出來 又不發生錯誤 好 那再來啦當然喔 其實 函數跟剛剛講的VBA 其實最大的差別是 如果你簡單的事情喔 用函數還或許可以解決 但是如果相對複雜的工作 如果你數據量非常大 非常複雜的話 我還是建議喔 你可以考慮去學習一下VBA了 OK 因為大數據分析的話 其實說真的 就不是單單靠函數可以解決的 哪怕是可以解決 但是解決部分而已 反正因為還有很多 程式類的語言喔 可能還是要需要再去了解啦 如果你的工作複雜度很高的話 其實可以不妨往這方面去想想看 因為像這個Fintech嘛 數位金融要求的其實還蠻多的 也就是說呢 你很多工具都不會用的話 那變成你很多事情就會做不出來 如果要做出來 可能要耗費很大的力氣 那如果你想要很快的 甚至你什麼事都不要做 甚至你什麼事都不要做 甚至我剛剛講喔 時間到這支動作喔 那你可能還是要靠程式來完成 而且我覺得跑起來還蠻有成就感的 還蠻療癒的 因為其實說你什麼事都沒做 但實際上你卻做了很多事情 OK 這是我還蠻享受在這部分的原因啦 OK 那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大概會有分成五大類函數 第一個的話是文字跟資料 比如說有關文字類的函數 該怎麼針對資料做處理 那包含就是說 資料喔 可能大部分都遇到就是說 你的資料來源是從 可能很多個欄位 要變成一個欄位的資料 有沒有 幾個欄位的資料 把它串接在一起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可能就是說剛好顛倒 可能是你要的資料 剛好是某一個欄位裡面的某一個部分 然後它那個某個部分的資料的話 它不見得說有固定的規則 那你要把那個規則找出來 怎麼樣把你要的資料取出來 那其實不外乎就是分 不外乎就是合啦 那剛剛講說把它合在一起 然後不外乎把資料部分分出來 所以其實我發現喔 用來用去喔 最大要解決的問題 當然都是在處理 資料的分分合合 因為如果你不做這個動作啦 你報表做不出來 因為沒有那個欄位 你怎麼做 對不對 總不可能憑空 所以有的時候發現喔 花最多力氣 都是在處理這種 資料上面的問題喔 OK 那當然你在處理完之後啦 樞紐分析表就簡單了 因為其實上禮拜 我是也在這邊教那個樞紐分析表 OK 其實概念一樣 但是前面還是需要會用到 資料處理的部分 否則的話你資料 不對的資料會給村尾分析表 他就沒辦法接受嘛 他吃不下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要用他能夠吃的資料給他喔 OK 所以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那包含呢 像Find函數 尋找嘛 哪個位置 Find的話 他會尋找到 你的 要找的那個關鍵字的哪個位置 他會告訴你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一個頭 找到頭 跟找到尾 那你其實可以利用另外一個 那MID MID 就可以把中間的資料取出來 其實這兩個函數其實搭配的還蠻常見的 OK 所以喔 我剛剛講吧 你要的資料剛好在某一個儲存格的某個部分 當位置不確定的時候 有可能在左 可能在右 可能在中間 那怎麼辦 Find配合MID 其實就幾乎萬用了 喔 Find加MID MID可能大家常用 但Find可能不常用 那Find其實非常好用 好 幾乎萬用喔 OK 你要取的資料剛好在不確定的位置上面 但是他有個關鍵字 或者是特身的話 有沒有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喔 如果你給的資料裡面喔 你要Find的時候 如果假如說他有那個關鍵字 那他告訴你哪個位置 可是如果你沒有那個關鍵字 那他會出現什麼 出現錯誤訊息 那錯誤訊息的話呢 你可能就要配合另外一個函數 叫ifl 有沒有 底下還有一個ifl 後面我會舉個例子喔 所以這三個函數喔 湊在一起 其實就可以做出很多的效果出來了 OK 這還蠻萬用的啦 OK 只是說這三個湊在一起之後的話 那那個公式就會變得非常的冗長啦 那怎麼辦 可能他就要分階段做 不要一次做完 可能第一次先Find 第二次先Mid 第三次再Revail 有沒有 就把它分三階段 然後要學習什麼 把每個階段的公式都串在一起 而不會發生錯誤 那這樣就很快了嘛 對 OK 所以 如果都很順暢喔 工作起來還是還蠻愉快的啦 OK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邏輯 邏輯 其實剛剛那個ifl就是邏輯 if加l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的話 還有什麼 還有if 然後另外一個偶爾 偶爾就是或嘛 或的話呢就是連擊 就是 比如說你有多個條件 只要其中一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這個邏輯就為True 那End的話呢 又另外一種叫交集 就是說如果你有多個邏輯 不是只有一個喔 你要每一個都為True 那最後的結果才會為True OK 所以這個邏輯部分 後面其實我會舉一些例子 那再來的話就是日期時間 因為我看你們那個問卷裡面 同一提到說 只要遇到日期就投降了 沒有辦法怎麼處理 那其實日期還蠻特殊的 日期這個格式啊 你看到是免月日嘛 但實際上它裡面就是一個數字 而且是一個整數 沒有小數點的 那時間的話 剛好是小數點 那為什麼小數點 因為一天24小時 所以一個小時 剛好就是二十四分之一啦 所以二十四分之一除完之後 那就小數點 有沒有一個小時一個小時 所以每三個小時大概就零點一二五啦 有沒有 每三個小時喔 就剛好零點一二五 那他們想說 老師為什麼他看到日期跟時間呢 因為他有經過Excel的格式 把它格式了 所以你看起來才會是一個 你看得懂的這個日期或者時間喔 那只是說呢 怎麼樣針對日期跟時間做處理喔 那後面我們會再跟各位說明一下 其實日期最難處理的喔 是月的部分 還有年啦 月的話因為喔 它28 29 30 31 各種不同的 那怎麼辦 你要怎麼處理 所以裡面的話會有一個函數滿正的 叫Dative啦 Dative可能至少一定要會 OK 那其他的話還有什麼呢 數學跟這個三角或統計類的函數 常用的像三米符喔 跟這個Cognitive OK 那其實三米符跟Cognitive 其實跟那個樞紐分析表 概念其實還蠻接近 因為樞紐分析表其實 其實預測就是三米符啦 如果你是數字 它就幫你做三米符 就是 三米就加總 把你要找的那個資料做自動加總 OK 那Cognitive的話 如果你那個資料 它不是數字 它就幫你算幾個 有沒有 幾筆嘛 Cognitive 那怎麼樣利用這兩個函數 做一些解決 比如說 像Cognitive蠻好用的 常會用到就是說 比如說你有兩個資料 那兩個資料 一個新一個舊 那你要怎麼知道 新的資料跟舊的資料 到底差異在哪裡 有沒有 新舊資料比對 怎麼比 以前怎麼比 兩邊這樣對齊 對一下對不對 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的把它再標注一下 沒有那麼 沒效率 跟各位講 那Cognitive兩下就OK了 真的 Cognitive做不同資料的比對 真的非常簡單 你又把範圍告訴它 然後你就把你要比的資料告訴它 如果有一樣的話 它就告訴你1 如果沒有就是0 那你就把什麼 如果你要找出不一樣的資料 那你就把0的資料留下來就好了 那馬上就知道哪些不一樣 OK Cognitive配合什麼 配合一個篩選 Cognitive配合篩選 那就可以做什麼 新舊或不同範圍的資料比對 OK 不用人工 特別是 我強調 你千萬不要這樣人工來作業了 OK 因為人工來作業 第一個沒效率 第二個對人也是滿虐待的 對 現在很多人眼睛出問題的原因 其實都是因為太長時間 去盯著螢幕看 所以 大部分還是盡量 不要用圖法鏈的方法來做事 OK 你也不能到 你一定要這樣盯著 那第五個的話 就是 檢視 檢視其實你可以翻譯 叫查詢吧 我覺得一下查詢比較能力理解 那最常用的就是V盤數 OK 不過大部分 V盤數它有一些限制 就是你查詢是要第一個 一定要在第一欄 如果不是在第一欄 很抱歉 不行 OK 不是在第一欄 那怎麼辦 那這有同一個話 可是我的欄是在後面 那怎麼辦 那你把後面欄 搬到第一欄比較好了 他說可是不能搬 那 那就沒責 那你要用別的函數 你用Index 對不對 或者你用什麼 Udirect也可以 用Offset也可以 那不然的話 你就用寫VVA 如果 什麼都不會的話 那只能塗馬鈴鋼了 對 塗馬鈴鋼你就做不完了 所以我覺得 是該學的還是要學 還有V盤數其實 不難 但是有些人還是 沒辦法真的掌握 就是使用的技巧 比如說呢 你要找的範圍 特別是要 盡量還是 配合那個定義名稱 把它先 做出一個名稱的 一個範圍 以前用選的吧 比如說 跨哪個工作表 哪個範圍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先把它 叫一個名 那個範圍 就叫這個名稱 那以後 配合F3 去參照過來就好了 OK 這個方法還蠻重要的 我發現很多人都不太會 有定義名稱 OK 那這樣做的好處 第一個 你的公司非常清爽 就不會有什麼 工作表 名稱 然後驚嘆號 然後那個範圍 哪裡到哪裡 對不對 那有時候你要向下填滿 你要把 列跟 或者藍 做鎖地 前面加錢 他問你公司店 非常非常冗長 而且有時候會跑掉 對不對 那就麻煩 所以定義名稱 有時候是有這個好處 OK 所以這部分後面 我們會利用實際的案例 跟大家做說明 OK 大概是這樣 那底下的話 第一個 那再來的話 其他的資料 我這邊有一個網址 就是說 延伸性的 除了講義裡面知道 如果你還想知道更多 下面這個連結 上面其實有一些 補充資料 這個是我在東武大學 推廣部上課的一個 常規的課程 上面其實還有雲端白板 這個雲端白板 就是說 有針對某些案例 然後的答案 所以如果你想要延伸去學習 請在這邊找一下吧 OK 因為這課程我講過 我們這七小時 那我平常要上三個 為什麼上 所以我其實 比較 來這邊上課最頭痛就是 我要怎麼趕快把時間縮短 然後呢 盡量輕簡 找出最重要的告訴你 其實不是說其他不重要 只是說 可能順序上面 我可能會排擠效益 所以有些東西如果 我沒想到 你如果還想知道 你在自己找相關的資源 因為我在網路上 的資源實在是太多了 因為你只要想要找這相關的教學 非常容易就找到我的東西 那我那個課程基本上 就有目標了 大概是這些 第一個 你至少要了解什麼 250幾個函數 這使用方法 哇250幾個函數 這堂課如果 你七十小時 都知道的話 那你就值得了 對不對 這七十小時就沒有白來了 對不對 不過重點 因為理解代替死背 你不用背了 你不用背了 你不用背 然後呢 再來就是有一些功能 實際上 Excel裡面沒有怎麼辦 沒有 可能常常問 老師你問哪個孩子 可以做什麼效果 我說沒有 沒有怎麼辦 沒有你可能就要學VBA了 因為沒有 你要自己寫出來 那其實工作裡面很多都沒有 所以啦 我是建議啦 當然你可以長點規劃 如果你未來還想要在職場 繼續待著 待著快樂 很聰龍的話 可能勢必還是要付出一點時間 去做一點學習的動作 我覺得你的工作會比別人輕鬆很多啦 OK 會跟不會其實落差 我覺得還蠻大的 OK 那還有錄製啦 等等的 另外就是說 甚至可以延伸到資料庫啦 還有像那個 網路爬蟲等等的 OK 那 另外 我要找到我的東西 其實還蠻簡單的 你Google 吳老師 這關鍵是 第一個應該會找到我的 我有教學部落格 上面有上千篇的文章 也就是我在 二十年前就開始寫部落格文了 算是一個部落格啦 只是因為我其實閒來無聊 因為之前就是因為 事情做太快了 工作都做完了 也不知道幹嘛 就寫部落格 老闆沒意見嘛 對不對齁 也不知道幹嘛 因為真的以前就是把 結果給老闆 報告給老闆 老闆說 做完了嗎 忽約一下 我說還沒有了 好啦我再回來 就撐了三天再給他 他還是覺得太快了 那三天是要幹嘛 又要幹嘛 我就把整個過程齁 寫一點部落格文章吧 就不是寫老闆的壞 是寫那個 寫那個 我怎麼去完成 某些事情的 一些動作 因為我也怕自己會亂進 另外的話 也會錄一些影片 所以YouTube上面 有蠻多我的影片 那之後就會 因為這樣的關係 奇怪就有很多單位 想要找我去授課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就 教了很多這方面課 一教的話呢 大概也教了十幾二十年 都教這些東西齁 那 所以這邊有一些簡歷 重點大概就是 我 呃 最早是擔任陳志社會事實工作 後來自己創業 拿了一些獎項 然後呢 目前的話呢 也在學校單位 可以像台師大啦 東武啦 原治喔 嗯 教這些東西 因為 也是 我覺得學校蠻需要的 因為很多學生齁 一車友真的不太行耶 他畢業之後呢 他會有一個問題 他沒辦法 真的馬上跟職場銜接 的問題發生 所以我到職場 學校也盡量宣導 讓他們了解這個概念 OK 好 那也拿一些獎項 像那個 趨勢先鋒獎 那我的證照喔 目前也三十幾張 齁 齁 大概都電腦類的 那我的頻道 齁 YouTube頻道上面齁 呃 也 目前訂閱人數大概三萬三啦 齁 OK 所以如果你在YouTube上面 也要找Excel相關教學 應該也會找得到我的東西 就像VBA啦 這一點的話齁 就有點不好意思 就經過我洗版齁 YouTube上面的影片齁 我大概在YouTube上面齁 放的影片數量齁 已經有點多到 有點誇張了 我好像算一下 我看影片大概放了兩萬個影片齁 都是上課的影片 齁 OK 因為我做了大概十五年齁 十五年前就開始做一樣 所以我十五年前就開始把我上課齁 全程錄影下來 然後放在YouTube這一件事情 我做了十五年齁 好 做到現在還是繼續下去 所以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 應該可以找到十幾年前的我 好 OK 好 還蠻妙的齁 OK 那另外的話參考書的部分齁 這一本我蠻推薦的 因為有四百六十八個範例 如果你 其實我比較強調 不是說我不講理論 而是我覺得有些時候理論你知道 很多人都很會講理論 但做不出來 他很會講耶 我覺得現在大學生啊 研究生都很會講 大家這樣做 嗯 老師我不會 那你講漫天 那我比較強調 不是特別強 是因為我覺得 他們 或者你們缺的是實做 所以我盡量跟你講 我教你做 我做出來之後你就懂了吧 所以有的時候 我把它做就好 老師 我知道為什麼了 OK 原因何在 對 但如果你都不會做的話 我跟你講內斗理論 有些都是空的 OK 所以我蠻強調 所以我課程裡面 重點都在實做 OK 做出來 我覺得才比較踏實 可能我是比較一個踏實的人 OK 有時候 反而 太 太正向了 所以學生有時候 不太愛跟我講話 因為每次我都一直頂他說 他一直覺得 講一些很酸的東西 我說 你為什麼想這樣子 對啊 你為什麼不從正面的方向思考 OK 所以 嗯 好 有時候 正向思考 就是 怎麼去解決問題 所以 有朋友 還是有 有學生跟我講說 好像在我面前從來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OK 所以 他會 遇到問題 我不會去逃避 他會遇到問題 去面對 面對之後 怎麼去解決 所以 今天的話 主要是 分享一下 五大類函數 那我們 就 時間有限 要 比較有效率上課 所以 待會的話 請各位就是第一個 我會提出問題 你們試做看看 如果 做不出來 或你做得出來沒關係 答案跟我不一樣也沒關係 那 我會再跟你講說 我覺得哪個方法比較好 然後呢 如果使用這些函數 去解決某些問題 比如說第一個 請各位先開啟那個 邏輯函數的第一個範例 應該大家都有拿到那個範例的檔案吧 那這個範例的檔案的話 理論上呢 你可以打開 應該解壓說法 或者一個VIP檔 就是 我們的範例檔 那請各位呢 開啟這個範例檔案裡面的 第一個 所以之後的話 我們要按照順序 12345 反正就到 五點半 以前就是講這些範例 那我會提問題怎麼做 提問題怎麼做 反正一直到 最後就是這樣 如果你們有問題 可以再提出來 沒關係 是可以再討論的 那如果時間不太夠 將來的話 你還想跟我互動 沒關係 因為我都有YouTube影片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OK 你跟我講幾分幾秒的地方 你不懂 沒關係 我馬上會回應你 OK 其實真的沒有很複雜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 你只要那個通了之後 很多東西應該就多通了 OK 最怕就是你 我覺得觀念不正確 那你一直卡在那邊 你一直用 頭髮便當作方法來做 是真的 不是很OK 其實有一點點改變 可能會 讓你未來生活 你其實會 更美好 我覺得 OK 因為你時間變多了 對不對 沒有人喜歡 就每天在那邊忙忙忙 趕趕趕的吧 OK 因為對方法其實還蠻重要 所以待會請各位先幫我開啟 第一個單元裡面的文字與資料函數 這個範例 打開來之後的話 切到綜合練習的工作表 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F欄到這個H欄 這三個欄位的這三個資料 幫我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合併的規則 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規則一定是 前面09 固定的 所以你必須要前面自己 再串接一個文字 叫09 後面串一個11 然後還有一個減的符號 其實就符合了 就是我們一般的手機號碼 上面這邊有一個範本 好 但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我後面的區碼跟末碼 前面要補0 一定要3碼 也就是說如果它只有2碼 你要補一個0 如果說它是 什麼 一碼 那你就要補兩個0 如果它裡面完全沒有 那你就補三個0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該怎麼做 當然沒有 只是單一答案 第一個 也許你可以用 rept 加上len len len的話 是算什麼 算這裡面有幾個字 有沒有 如果兩個字 那缺幾個字 缺一個字 所以你可以用三 因為一定要三個字 所以你用三去減掉 什麼 len裡面的幾個字 然後呢 你就重複產生幾個0 那再配合rept就可以了 有沒有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先算一下裡面有幾個字 是不是三個字 如果不足三個字的 你再去補幾個0 那補幾個0會重複 重複的話呢 就是用rept函數 所以喔 這邊的話 可能要 至少用到兩個函數 rept加上len OK 那怎麼樣把 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當然不是叫你用圖法鏈鋼嗎 圖法鏈鋼是怎樣 09的 然後什麼 0911 1-084 1-007 OK 那如果自己敲的話 我看 因為一般電信公司的 資料裡面 那邊都幾萬筆 OK 那幾萬筆 你就要下班也做不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如何 可以把第一道問題 解出來 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兒講 那除了用rept加len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OK 試一下